横来看到农民实际在田间从事农业工作不免发生职业灾害 而为了提升农民从事农作的安全保障 花莲县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被保险人的保险费 由花莲县府全额补助支应 农民无需负担费用 农民实际于田间从事农业工作不免发生职业伤害 不论是农药中毒 农田地面起伏 常让农民摔倒受伤 或是于农作厂及货厂潜藏伤害危险 而为了提升农民从事农作的安全保障 花莲县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被保险人的保险费 由花莲县政府全额补助支应 农民不需要负担费用 就是你有农保 然后实际或是农保的第三类保 实际在从事农业工作这个部分 可以到农会来申请职业灾害保险 而且第一个这个不用保费 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遭职业灾害的被保险人 伤病给付 就医津贴 身心障碍给付 以及伤葬津津贴等四项给付 农民健康保险被保险人 及其他符合资格要件的实际从事农业工作农民 可以自愿向农会申请嫁暴 记者高双双光复箱采访报导 这就是这个详施业的详施签